这个意外惨案是对于我们国家公共工程最大的一个讽刺 在昨天所发生的国道六号阴架崩塌 夺走了七条人命还有三人受伤 其中死亡的很多是这个非法外劳 这些非法外劳谁引进的 承包的国灯营造一推二六五说完全不知道 说从头到尾没有用过外劳 但是沿油在尔就在意外现场不到一百公尺处 有这么一处外劳居住的货柜屋 走进一看里面的这个情况呢杂乱不堪 而对此国工局跟承包商口径一致 都说他们不知情 六名惨死异乡的外劳 如今只绕个无名是神主牌位 但到底有多少的非法外劳 除了工作不见天日 吃住睡生活品质何其悲惨 这是我们政府工程所给外劳的生活品质吗 首先看到脏嫩不堪的厨房 后头积累层厚厚厚的油污清也清不掉 再来太老薪水非常的微薄 因此呢他们的冰箱里头呢 积了许多的这个食物呢 简直是快要腐败了 再往后头看的太老们呢 他们工作之后呢弄脏的衣服呢 他们连洗衣机都没有 还有这个房间里头呢 他们只是用简单的这个木板呢 钉了起来连棉被都没有 可以说是冬天相当冷 夏天则是热爆了 几名外劳挤在工地旁 这个又闷又热的货柜屋 墙上满满的泰文 就是非法泰文存在过的证据 脏乱的房间里头 几张从家乡寄来的泰文报纸 总算能够解解相愁 就算工作受伤 只能够用纱布药水乱涂乱贴 没人带他们看病 而一天的工作时数更是吓人 外劳的笔记簿里头 一天得工作14甚至16个小时 全年无休 但薪水一个月只有万把块而已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过外劳吗 对 我们没有外劳 哦 不过他们那个 谢谢你哦 谢谢你 承包工程的营造商 包括了总经理 协理 副理 课长 释放后28小时来到了现场 拼命拍照做记录 随后闭门会议 但到底是谁非法引进外劳 他们强调不知情 而外劳们不只在这儿子的环境生活 最后甚至送了命 中文新闻王毅朝朱显明 南投报道